国际海夹到送别侯友宜首次以国民党总统参选 身份访美却也碰上抗议民众 马上被警察抬走侯友宜此次出访要来加修外交学分 也期待美国能够持续对台海区域的稳定和平 给予更高度的关注 总统参选跟海外国防因此出门前侯特别参观国防展 不只看国内的在美国展观更合体AIT处长孙小雅 祝福一路平安传出侯13日曾与孙小雅死下会面 对此AIT未证实也未否认 当起称职的解说员介绍这款弹簧刀五人机 这会员也发明了台版弹簧刀 这家厂商出的Jump 20无人机 更是之前海巡署向美方无仇获得的 侯爷特别赴洛瓦摊位体验 最快明年结装的F-16 CD Block 70型战机飞行模拟器 另外TVBS也拍下我空军官兵体验飞行模拟器 英国军火商被移公司则推攻击者二型头盔显示器 想拼更多的未来订单 毕竟我国已有40塔二比公司联合头盔瞄准系统 被移也展示997型雷达模型 传出将安装在我国建造中的轻型巡防舰上 国防展上也有T-11型降落伞 巨型未来我军交全数换这款 美方军火商带各型装备要抢攻国防大兵 TVBS新闻高本丽洪富华流停体NU小组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